大家好,欢迎来到世奇民间故事 还熟悉音律,擅长吹奏笛子 气度非常的潇洒 就舅家呢,在苏州城开了一家酒房 李文在那里帮忙看守仓库 晚上他就住在东乡房里 七夕之夜,明月皎洁 吃过晚饭,李文到仓库里看了看 忙完了,伙计 就独自躺在被窝里,吹奏起了笛子 以此自愚 一直到了半夜时分,李文依然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 这个时候啊,忽然有一种异箱在屋子里飘散开来 屋门也自动打开了,有一只黑色大狗跑了进来 脖子上挂着金铃铛,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他才走了 李文正在惊诧,又听到门外有人说话 他刚想出去看看是谁 只见有女郎挑着梅花灯 顺着台阶走了过来 分成了两行 共16个人 最后进来的一个美女,大约18、9岁 她戴着珍珠镶嵌成罐子 穿着紧纱袍 长袖飘飘 就像啊,世上流传的画像里的那些宫里的女人 她光滑而白皙的容颜和月光交会相应 真如世仙女下凡一般,那些侍女的服饰几乎都是一样 一个个容貌美丽 进了屋,侍女各自拿出了红烛 插在了烛台上 屋子里一下子明亮了许多 四壁也显得宽敞了不少 李文看到这种情形 心中有些害怕 她躺着不知所措 那个美女轻轻地走到了床边 坐了下来 把手伸进了李文的被窝斧 摸着她过了很久 她才起身走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众侍女呢 也跟随着她鱼冠而出 烛光意识都灭了 李文呐呆呆地躺在那里 像是在做梦一样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 月光非常的明亮 李文忙完了仓库里的事 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正要睡觉 又觉得异乡扑鼻 她心里想 是不是前天晚上的那个美女又来了 这个时候 那些侍女果然又簇拥着那个美女来了 侍女们开始摆设酒宴 只见她们用手轻轻一指 杯盆韭菜就都有了 美女面蓝而坐 顾盼左右 光彩照人 美女让侍女扶着李文坐下 李文忙朝着美女失礼 美女笑着示意她坐下来 侍女请李文捧起了玉杯喝酒 李文尝了一口 酒味非常的纯烈 她看看那些菜肴都非常精致 水路的珍稀之物都有 她看的是眼花缭乱 美女笑着对李文说你不要害怕 我不是来害你的 我和你命中有缘 应该和你亲近 虽然对你没有太多的好处 却能让你过上快乐的生活 只要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满足你 只是啊 人还是不要太贪心的才好 说完了 她亲自给李文斟酒 让李文做得离她近一些 美女语言温柔 谈笑自如 李文只是认真的听着 不说一句话 只是不断地喝酒而已 美女说 那天晚上听到你吹奏笛子 知道你不是一个庸俗的人 我也略知音律 愿意再听你给我吹奏一曲 说着让侍女给李文拿来了笛子 让她吹奏 李文吹奏了一曲 美女接过笛子 也吹奏了一曲 音调轻略 非常动人 然后美女又与这个李文说了一会儿话 才带着侍女走了 第二天晚上 美女又在侍女的簇拥下 来到了李文的屋里 喝了一会儿酒 侍女铺床 让美女休息 美女低头微笑 过了一会儿 才拉着李文的手 要上床睡觉 李文看到床铺十分华丽 已经不是自己以前睡的床铺了 她想我假装跌倒在地 看看她有什么反应 她刚这样想啊 只见地上铺满了锦段 爹也无法跌倒了 两个人上床睡觉 缠绵温柔 李文只觉得美女身上软郁温香 不禁情质飞荡 兴奋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知不觉已经是天明了 美女先起床 先开了紧张 十几个侍女伺候她洗漱 过了一会儿 美女与李文告别 她说 男人能遇到好的女人非常不容易 以后我们要好好的相依 只要你想 我就来 但是我担忧你对我不是真心 还担心你把咱们的事告诉别人 那样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 说完呀 美女就走了 李文是犹如做梦一样 徘徊了很久 百思不得其解 李文白天出门 别人都说她身上有一种浓烈的香味 都觉得很奇怪 从此以后啊 一到晚上 只要李文一想念美女 随着浓烈的香味 美女就会飘然而来 来了就带着美酒佳肴 她还经常和李文说天上的事情 以及仙人的变化 说得非常奇妙 都是李文平时没有听到过的 李文很想问问美女的家在什么地方 可是呀 她觉得当面不好意思问 就写在纸上问她 美女始终没有说自己的家在哪里 她只对李文说 你得到了一个好女 人就行了 不必问那么多 有时候啊 美女呢 就会对这个李文说 我的家在九江 听说这里是天下名圣 因此我才来到了这里 其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我的家 美女虽然温柔多情 但她的气质中却有一种威严 那些侍女在她的身边 做事都是非常的谨慎小心 美女让她们好好地伺候着李文 就像伺候她一样 李文有时候想要什么 只要她一想 她就能得到那些东西 有一天 李文到外面游玩 看到路边的橘子 她很想吃 到了晚上 美女就从袖子里拿出了十几个大橘子 给她吃 还有一次 李文的舅舅家丢失了一些银子 美女告诉她 在某家某个地方藏着 并说盗贼已经把那些银子花去了十两 李文的舅舅派人去找银子 找到了果然少了十两 李文曾经被一些市警无赖欺负了 非常生气 美女就对她说 你不必生气 我会好好教训那些无赖的 没过两天 那些欺负李文的人 果然受到了莫名其妙的教训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 有些人似乎知道了其中的秘密 有人对李文说 那个美女啊 可能是个妖怪 你还是离她远一点 美女知道了这些 她对李文说 那人在胡说 世上有像我这样的妖怪吗 李文非常喜欢美女 她依然常常和她在一起 她们在一起睡觉 别人根本无法察觉 美女多次嘱咐李文 不要泄露这件事情 有时候李文会不经意地 在别人面前说漏了嘴 于是乎 她和美女的事渐渐地流传了出来 美女有些生气过了 一段时间 李文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 急忙找人给李文说梅 想以此来断绝李文和美女的来往 没想到李文竟然答应了母亲 决定娶别的女人为妻 有一天晚上 美女对李文说 你已经有了外心 我不会再和你来往了 说完她就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 李文非常的想念她 但她也没有再回来 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李文忽然梦见四个差异来喊自己出去 来到了一座土地庙前 一个差异换着个土地神出来 土地神应声而出 李文一见 原来是一个白袍老者 一个差异说夫人召见李文 他们过了一条河 来到了一座大宅 院前墙 里墙外 都有许多的大树 过了三道门 门都是珠漆 寿槐 金服 钉子 有人把手来到堂下 只见台阶有十几街 还有仙鹤青舞 丫鬟看见了李文 进来禀报说 薄情郎来了 李文走了进去 只见堂内的丫鬟很多 有捧香的 有跳鹦鹉的 有弄琵琶的 有唱歌的 有跳舞的 他们都注视着李文 有些人在笑 有些人低声地 骂着李文的薄情 忽然 听到环佩叮当美女 在侍女的簇拥下 走了进来 她看了看李文 叹息着说 我早料到 你是一个不珍惜幸福 不珍惜爱人的男人 果然不错 你真是辜负了我 说着美女流出了眼泪 又说 我本来希望能和你白头到老 谁知道 你却要另取别的女人为妻 这时啊 有侍驴对美女说 夫人 这是个薄情复心之人 应该杀了她 不必和她废口舌 李文急忙分辨说 我娶别的女人是为妻 是我母亲的 意思不是出于我的本心 何况我一直牵挂着你 你吹奏过的笛子 我一直珍藏着 我不是薄情的人 美女说 看在过去我们的情分上 我不会杀你的 李文说 感谢不杀之情 美女让柴叶把这个李文送走 李文从梦中醒来 觉得自己的双腿非常疼痛 从此卧床不起 母亲说 好的婚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五天之后 美女来找李文 依旧责怪她的薄情 但是她给了李文医完药 治好了她双腿的疼痛 李文又起居如常了 后来呀 李文到处寻觅美女的踪迹 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不过李文为此抑郁而死 故事讲完了 如果您和我也一样 喜欢听故事的话 请为我点赞 关注我一下 您的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收看 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